你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我们该不该用绿木抠图的技术来做节目 大家现在看见的画面就是抠图做出来的 我这背后并不是真的是我窗外的景色 我用的是一张图片 西雅图的夜景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西雅图的太空针 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在我背景后面 那么我昨天做的这么一期节目 就是用的这样一个技术 网上随便找了一个照片 那么看起来有点景深一样 那这个抠图的技术到现在来讲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你可以看我这个边上抠图的清晰程度 尤其是看我运动的时候 这个手指是不是模糊或者是比较清晰 所以总的来讲 这个看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这个问题来了 昨天在这期节目底下有一个同学 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讲老胡 你以前不是说过不建议用虚拟背景 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想法呢 这是个好问题 我值得就是画一期节目 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我的改 哪些东西改变了 哪些东西我没有改变 好 现在可以看到 这抠图是现在的一个效果 那么首先来讲 同样的灯光 同样的这个环境的情况下 现在的抠图的技术比以前进步很大 我在四五年以前一直尝试用抠图的方法做 但是出来的效果都是不好 换过相机 换过不同的灯光 但我现在大家看见的就是用的OBS最新的这个版本 就没有调任何的参数 就是讲抠图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了 那么我可以非常容易的自换这个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 试一下 你看我只要点一下 就切换到另外一个西雅图的夜景 然后再点一下 你看这个好像在书房里头一样 再点一下 这是昨天这期节目里头用的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的话 有的人讲喜欢 有的人讲不喜欢 其实选用不同的背景的画面 你要注意就是这个灯光和你的颜色 不要有违和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大家喜欢这个的设置的话 就感觉到这个肤色跟这背后的 这个灯光的颜色是一样 那么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有真实的感觉 而且这是个对角 那么就有景深的感觉 所以这个跟刚才那样子 挤到用一张 用一张这个比如说输除在后面的 这个就没有景深的感觉 并且这种东西外面 后面非常这个颜色过于丰富 那人物就不突出了 那么我还可以使用这个视频作为这个背景 大家注意看 这个是纽约街道上面的街景的视频 你看这个后面的车子是在运动的 那么我再换一个 这不是照片 大家注意看这个狮子是动的 所以背后是一个视频作为背景 所以你一旦抠图以后 背后你放什么都非常容易可以切换字炉 那么这个地方就要讲到老胡为什么要来抠图 这个抠图是第一 技术到了这个程度 我刚才讲了 第二 现在大家对抠图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接受了 这个情况发生在什么 这个东西在过去几年发生了这么几个变化 第一是在线办公 很多人使用这样的zoom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个里头有很多人开启了这样一个虚拟背景 或者是自动抠图这样一个功能 然后你可以看得最开始的鬼影重重一样的 然后背后都是模糊不清楚 然后就一个人头在那漂浮那种感觉 所以这种大面子的使用 使得大家接受了不太干净的抠图这样一个现象 最开始的时候 你换到四五年以前 这个东西是极端难受 但是由于在线办公以后 大家基本上接受了这样一个现状 更重要一点 短片的兴起 短片很多人使用这样一个抠图的技术 也是非常烂的 就是完全没有用任何绿幕 就是用AI的抠图 所以抠的不干净 但是这种东西就架不住习惯 他已经习惯 大家看了很多这样的片子以后 他的神美或者讲神丑 就这个水平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一个抠图 像老胡现在这个抠图 你看到还是多少有点就不干净 我没有调任何参数 就是头发的边缘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点绿颜色的 还是有点颜色的问题 对吧 但是已经足够清晰了 这样子看跟那些 就是没有用绿幕的 这种片子抠图的 它还好很多 好 以上讲的这几点 都是讲这个技术上面 或者是大家的使用习惯上 已经接受了这个抠图 这样一个技术 那就是说 技术上可以实现 你不见得一定要抠图 那么这个就是刚才这个同学讲的 老胡你以前好像对这个东西蛮反对的 就是因为它损害了真实感 比如说我来播报一个东西 后面是美国白宫 好像我是驻白宫的记者一样 每天向你讲新闻 然后那个抠图又不干净的话 就反而损害了这种真实的感觉 做这媒体真实非常重要 我都如果是你真的要讲这个华盛顿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你都可以拿张纸在那边念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不需要假装好像高大上 好像真的是官方派驻华盛顿的记者那种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以前讲反对抠图 就是后面一个不变的场景 那这个地方 现在我就要讲老胡为什么最近又开始尝试这个抠图这个技术 我告诉你听好了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这种节目的表现的形式太过的单调 我希望你在看我的时候 这个画面上还有其他的因素 或者其他东西能吸引你的眼睛 当然这个吸引你的眼睛 不是跟我的动作和表情 或者是表达的内容相冲突 而是产生补充 比如说我做讲一个什么关键字的时候 我能找到后面的一个场景 或者是一个图片或者是一个动图 或者是一个贴纸 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 那以前我只能就是放在这个前景上面 对不对 那我一旦抠图以后 我这个人就可以在画面 从图层这个角度上 我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层 那比较好的观感就是说 当我讲到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从利用这个关键字 去搜一个图 搜一个动图 搜一个贴纸 搜一段影片放到我的后面 就相当于讲我有个助理那种感觉 我没讲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后面的大电视频 就给你切换成那个 那这个画面不是极其丰富了吗 我前几个礼拜给大家做期节目 讲过视频的维度 这个就是在视频的画面 这个维度上面 使得它丰富 不至于你从头到尾就盯着我 这样子讲 我哪怕就是简单的切换一下 这个背景的话 就这样子 你就可能感觉就会更好 我现在讲第一点 我现在讲第二点 我现在讲第三点 你看很容易切换场景 所以这个是我想尝试 用这个绿幕抠图 这样一个技术 来尝试下面 以一个比较新鲜 或者是生动活泼一点的 这种形式 尤其是我下面开始做很多的短片 在短片上面 更是我可能会站起来 在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做 那这个画面里头 就会有很多的其他的 这个后面的前景 这个背景 各种各样的可以切换的 这样一些情况 这是我来做这个 这个抠图 这个技术来做我的节目的 重要的原因 最后我还想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只是 讲在一个固定场景里头 做节目的话 我依然不建议你使用抠图的 你还是去建议一个真实的 这样的景吧 哪怕就是弄一个这个 这个喷烩的 大的这种壁纸也好 或者是到亚马逊上买那些 简单的挂毯 或者什么东西 或者是这种那种 各种各样的打印的 或者是像塑料的墙体一样的 那种东西其实都很便宜 塑造这样一个环境 那样子拍出来会更好 更有真实的感觉 你抠图再怎么抠 都不会是 就是那个灯光 然后这个图形的边界 那么清晰和自然 更重要的是 如果是你在一个 特定场景里头 去拍摄这个内容的话 真实性比什么的重要 因为你连场景都作假的话 那么我看到了 我就会怀疑你说的话 也有很多作假修饰的成分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 如果讲 你在一个场景里头 讲案件也好 讲新闻也好 讲八卦也好 你可以就是完全不用 这样一种方式 但是我今天做这些节目 讲给大家传达的重要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需要 另外一个方式 来丰富你的画面 这样子的话 抠图可以使得你的后期制作 更加简单 然后使得整个画面 会更有一种沉浸感 更好看 那么这个跟一个真实感 是一点都不冲突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明确就告诉你 我只是用个技术呈现你 就是画面里头 我所讲的东西的补充材料 不断地出现在前面 不断出现在前面和后面 而你伪造一个站在白宫面前 给我讲故事的 那是一个作假的行为 所以这两个是有本质上面的差异 虽然是用同样的技术 所以我依然不建议大家 用一个假装的 你就是贴个墙子 但还是真的 你贴的你在你家里头 在一个特定的场景里头 对吧 我不喜欢或者是不建议大家 去用一个假的照 一张照片 拿去抠图去做这样一个东西 你要么 如果是你固定一个场景去做的话 你就搭建那个场景 在你的经济能力的范围 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 你讲的是八卦这一类的 没讲到一个东西 后面就出现八卦的新闻 或者其他的各种素材在后面 那这个时候 你依然可以用抠图这种方法 没有问题 对吧 我所反对的就是 固定的一个虚假的这种场景 如果你只是用这种技术 使得你的画面能够增加动感 特别好玩 那这是一个恰当的技术 并且像老胡现在这样子的话 只是在后面挂了一个绿幕 其实没有任何的这种过分的复杂的这种操作 你看可以非常容易的进行这样一些场景的切换 这样子的话 技术上实现 然后质量也不差 然后达到效果也会不错 这样子就可以尝试了 那么具体老胡会用这个技术 尝试怎么样做内容的话 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 关注我下面 接下来的用这样一种方式 生产的其他的视频和内容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 再见 再见